上課的東西在雲端上面都有答案 那有一些可能沒有講到的 但是雲端上還是有 你可以假設你的進度比較快的話 你可以先預習一下像 151是一個刮鬍 152是三個刮鬍 三個刮鬍那這樣怎麼辦呢 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快點的方法 因為你回去的話 有時間的話可以先預習這邊有152 剛好他的刮鬍是 一個兩個三個 可是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三個刮鬍一次轉 你會不會公式一串 可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一定有 這個可能就 想想看 另外的話 甚至還有一個題目是什麼 這個題目是那個 叫字串切割 這個字串切割同學問的問題 就是說他剛好需要的是 他要把這裡面的超連結 把它切出來 那超連結在哪裡呢 在這裡 沒有發現 他每一個字串裡面剛好就有一個超連結 那超連結的頭 就是在這個 後面 這個的 前面 剛好你就需要這樣子的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 把它擺在 遺欄的地方 喔 那你以前如果不會的話 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會突發令綱 所以他 每天上班 就是在 突發令綱 好方法 當然不好 效率高 很慢 怎麼辦呢 有沒有改了優 OK 所以可以試看 那 當然我剛才講的很簡單 你可以先抓頭的位置 其實也可以fine fine到哪裡 你可以自己拿一個規則 fine到這邊 到這邊吧 然後後面有什麼東西 可能自己再抓一個規則 fine也可以 然後 不過後來我發現 利用函數的話 有個缺點 就是說 他如果裡面有一個超連結 他還OK 可是他裡面還有什麼 有兩個以上 的話 哇 那你fine fine fine第2個怎麼辦 fine第3個怎麼辦 那就頭痛了 所以這一題 還有點難度喔 fine一個可以 但是fine第2個怎麼辦 第3個怎麼辦 第4個第5個 哇那頭痛了 其他總不可能說你 半自動的吧 一半先做完 另外的話再來檢查 那好像還是沒有 但還是比較快點 OK所以這個題目的話 回去有時間可以先看過 那我們今天這一題 最後還是做什麼 第1個先聚集 有修改 我剛剛有修改 修改的話就是 把那個PBA裡面的這個地方 做增加 圖自己可以稍微看一下雲端 那我講過 慢慢可能各位要熟悉雲端上面的東西 裡面剛剛的 畫面我有update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錄製的 畫面跟 最後改的 我有用黃色的 那個醒目提示 讓各位稍微知道一下哪個地方 但至少啦 回去如果你做錯了沒關係 稍微參考一下 總會做對 然後再來的話 就VBA 那VBA的話呢 我們也是有兩種形式 一個是 直接按下去 自動幫我全部跑完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我這邊的話 插入一個使用者定義 有一個刮鬍自刷函數 給一個資料 按確定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沒事 如果有自動就過來 你看好簡單喔 公式比剛剛簡單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工作裡面都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你就不用動太多腦筋了 反正每天都在用 按一下就ok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其實跟今天講的 其實蠻多地方是一樣的 只是說你要把它變出來 這東西其實就 如果你工作裡面可以善用這些方法 你的工作效率很快的提高 然後相對你會有更多時間 那如果你有更多時間 如果你 閒來沒事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在練習 就不斷練習 所以之前有蠻多同學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的 他的工作整個 品質各方面都向上提升很多 所以他每天其實可以 顧著很優待生活 然後開始思考下一個階段 到底要不要把老闆給file掉 如果老闆對你在苛刻的話 你就會永遠跟他講說 對 你今天被我file掉了 不是老闆把你file掉 ok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些專業 有本錢嘛 不然的話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回去再想想看 然後今天大概因為 其他地方如果要講的時間 好像不太夠了 所以請各位回去 再試試看 另外的話 我們會用雲端的方式 把這個 課程的內容也記錄下 除了影片記錄之外 雲端上面呢 也會有那個雲端白板 那主要還是幫助各位在學習上面 那其實雲端好處 它是等於7-11 反正你隨時 晚上睡不著覺的話 你也可以起來 玩一玩 幫助你睡眠 因為做完一輪之後你腦袋就有點放空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想 下次再見 你 按吧 打完 小聲 你 Moon 是不是 我 你的 小聲 嗯 然後